大家好,我是俊俊 我是你們 大家對於壽司狼都熟悉 我們在香港都經常吃壽司狼 今天就來到韓國的壽司狼 就想比較一下韓國和香港的壽司狼在價錢、款式、味道方面有什麼分別 如果大家想看到這些食物、食物或生活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我們現在進來,不用排隊 也沒有香港的規定的60分鐘 即是坐幾個都可以 感覺就比較沒有香港的裝修那麼華麗 像是民間小店的朋友 每一個碟的價格就是紅色是1900W 大約港幣10多元 銀色是2900W 即是說民宋碟3600是黑色的 都是20多元 即是最貴都只不過是黑色的 這裡和香港最大的不同 是香港在每個位置有一個水喉 但這裡是要出去收拾 這裡沒有香港的輸送帶 食物就會在這些儲物盤裡出來 然後我們那個是YONDU食 YONDU食 每一個在紅色的碟上都有寫著那個顏色的 你看到YONDU也是我們 因為它經過我們的時候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指示 不拿就沒有了,我都是健身的 沒錯 我們拿到第一層的食物 這個是牛肉 這是香港的 這個是 洋蔥冷漬 隻燒兼魚 對,香港沒有的食物 這些就是三文魚 這個是香港沒有的三文魚 親火梳香肉 即是說有些香味 這個就是帶子大 但它是有點不同的 但我忘記了還有什麼 鰻魚 還有它是蛋的天賦 這個類似煎蛋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都忘記了什麼魚 隨便 總之就是白魚 其實我沒吃過這個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 怎麼說呢? 鰻魚 其實鰻魚是什麼魚 我都不知道 我養鰻生辣 你好吃嗎? 養鰻生辣 養鰻 是什麼呢? 有什麼味道的魚 帶子 炭燒味很厲害 煎蛋的天賦 類似 我實在有視乎心態才沒有 他們會喜歡的東西 我又覺得麻煩了 這個魚是會有一點流質的 完全一塊蛋 就是一塊蛋 它太甜了 還有我覺得 嗯 類似麻油三文魚 就是麻油三文魚 就是麻油三文魚 這個三文魚包麻油 蘸完之後 在壽司飯上面就是這個味 那兩樣東西不太合 而且那塊魚很硬 嗯 而且呢 這個壽司飯沒有香港的暖暖的感覺 我不會覺得 香港的壽司狼的味道 比較接近日本的壽司店 對 我Agent最喜歡的環節 就是熟食 這個香港也有 我覺得香港很好吃 因為香港的餅 有質感 而且它的味道會更濃 這個呢 它比較像乾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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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脫兒是什麼意思呢 活脫兒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是啊 它應該是中文譯得很差 我們受不了中文翻譯 所以轉了英文 不知道那個活脫兒是 原來是 原來是 活脫兒 中文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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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吃壽司狼都吃很多 但是你看我平手都知道 沒什麼好吃 對 好 好 那些魚生或者那些魚呢 很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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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沒回事 但你不會很驚艷 我覺得有點腥 香港有點好吃 香港有點好吃 嗯,香港有點好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有一種 在紗利亞式的三文魚 分開兩塊 分開兩塊 很不嫌 很薄 好像吃了飯 所以你太好了 很薄 全部都很薄 它好像沒有肉 好像吃炸飯 它的蝦都滑滑的 偏油 你吃了一種很有負擔的感覺 好,很薄 不敢說 這個Teen Flaw 有什麼特別的 也不是很好吃 但你又不想說是難吃 因為它是正常的 我覺得 香港比較熱 這個就是暖 好了,我們現在就要吃最後兩塊了 舒服 舒服 我沒有想中那麼難吃 好像吃一碟頭飯 好像吃一碟頭飯 不是吃一碟壽司的感覺 我們來吃吃一件東西 吃一碟蛋飯 這個吃一碟頭飯 這個吃一碟頭飯 它的蛋還厚 這個吃一碟頭飯 竟然可以拿來拿來拿來拿去吃 吃一碟頭飯 我覺得很難吃 我們在韓國好像第一次說難吃 最後就是吃雪糕 只有這兩個雪糕 另外一個叫起司機 它不是我喜歡吃的綠茶味 它對我來說太甜 我可能很喜歡 你應該可以 但是我喜歡吃苦 因為重口味 我喜歡吃甜 這個Oriol不錯 很不特別 很不特別 其實這個是最美人身 我都喜歡 嘩 這樣也對 那這些不用煮 我們現在吃完就走出來 它比魚的配菜量少一點 還有我覺得這裡的環境都沒有香港那麼好 我覺得在香港吃得比較開心 我覺得在香港吃得比較開心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們都很香港人口味 所以那些食物都對我們口味 有一點就是 它真的挺不方便 因為在香港每個位置都會有 餐具 還有水 還有綠茶品 但是這裡就不是 這裡你全部都出來拿 就是出去 然後現在又戴口罩 就會煩很多 就是回香港吃 就算了 我現在令我有點期待回香港吃壽司 那如果你想繼續看我們的立常生活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